官府乡保安寺开办长青大学 长期投入社区老人学习教育工作 其中深受长者喜爱的书法班 今天正式开课 新颖近二十多位就与新知一起欢天喜地 来五文弄墨 加入活到老学到老的行列 书法班老学员们手持毛笔 挥毫写字 气定神闲落笔云渊 股市意象也要染纸上相当精彩 没有墨资的 速度慢一点可以 速度慢一点就不会这样有非白 这个老师教得特别好 我学了很多 谢谢老师 官府乡保安寺长青大学书法班 今天开学第一堂课 不仅老学员们都来报到 新加入的学员在老师重旁提点指导下 即便写的是如画影涂鸦 也欢喜地跟着五文弄墨 老师很用心在教 我们很认真的学习 一直带老师订登会不会觉得很好 我不要来 不会不会 学有实行之不亦悦夫 对啊 老了就是这样 到外面这样 大家一起来在这边练习 交交朋友 多一个消磨时间 不论旧与新知大家都沉浸在书法文化世界里 担任书法班老师多年的曾渊凤也被感动 除了是不辞辛劳一早花一个小时车程前来授课 他说今年也规划以草书为主 搭配古诗词与篇章 让大家书写书法之余也能附庸风雅一番 我也感谢光复的保安室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跟我们的长辈们认识 其实现在我交了几年之后 我发现他们的长辈跟我之间的感情已经不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 都已经变成朋友了 所以我觉得我很有幸到这边来 我也希望说这个书法教育其实是一个推广的 那老大人他们喜欢把锄头改成写拿毛笔 其实他们没有对他们来讲并没有什么难处 所以我也很开心 这一学期我们多了一个草书的练习 就是主要是让长辈们可以运用手的灵活性 让那个笔的笔顺灵活一点点 然后训练他的手的快 那个手的那个感觉 然后把那个韵味学出来 长期投入社区老人学习教育工作的光复箱保安寺 在县政府的支持下开办长青大学 规划包括书法、绘画、瑜伽等研习课程 提供社区长者们乐活学习 而深受学员们喜爱的书法班 今天正式开课 吸引近20多位的旧与新知来学写书法 修身养性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